美国最大上市加密货币挖矿公司之一的Core Scientific今天表示 公司已经以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 这是加密货币一连串破产事件的最新一起案例 FTS创办人遭到控诉窃取客户数十亿资产 同伙任诈欺诈配合调查 FTS创办人设美国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 被控多项罪名可能众生监禁 总部涉于德州奥斯丁的Core Scientific 把破产归因于比特币价格暴跌 比特币挖矿的能源成本增加 还有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的美国加币货币贷款机构 700万美元未偿债务 路透社报道在法院文件中指出 此公司在截至2022年9月30日的三个月中 公司净亏损高达4亿3480万美元 申请破产保护时的流动资金仅有400万美元 2022年至今Core Scientific的股价已经暴跌98% 市值缩水至大约7800万美元 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数位比特币货币 在经历了2020年和2021年的快速成长后 近年价格已经重挫60%以上 给加密货币挖矿业带来的压力 美国联准会调升利息 加剧了各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2022年的加密货币业的市值 已经蒸发超过1兆美元 加密货币